腾讯体育市,北京时间8月22日,2018-2019赛季,斯诺克中国锦标赛资格赛继续进行, 五十七金斯完整大肝破百,五比一升穷四挺进正赛,名将霍金斯五杠零零封德国小将利希腾文革,爱伯顿,吉尔伯特和麦克怀特挺进正赛,其他比赛中,中国小将反正一分比五不敌加里维尔逊,小将陈子凡空出两感破百二到五负伊朗选手瓦菲,张健康一比五不敌马克兼无缘正赛, 五十七金斯上赛季,连独印度赛和威尔士赛两个盘赛冠军,世锦赛上场进决赛输给威廉姆斯,本赛季七金斯在缺席了前两战赛事后复出,在中锦赛资格赛上遭遇穷斯,比赛开局阶段七金斯迅速占据上风,刚刚61分胜出首局后,第二局钟灵敲碎打,13-4拿下这局,随后大概68分胜出第三局取得, 得3比0领先,琼斯随后状态有所回升,第四局钟抓住西金斯为球事物上手,连得59分奠定胜局,拿下这局1比3落后,第五局西金斯顶住对手不回追阿利,69-29胜出这局4比1领先拿到赛点,随后西金斯在第六局中进攻打出高水平, 上手大概109分破百胜出这局,总分5比1淘汰琼斯挺进正赛,名将霍金斯在资格赛中遭遇得古小将利希腾被割,首局比赛中霍金斯迅速进入状态,上手连得50分建立优势,75干一超分,拿下首局1比0领先, 第二局中霍金斯零敲碎打不断,拉大比分,63比7,赢得第二局胜利2比0领先,第三局双方陷入缠斗,正采阶段霍金斯把握住机会拿下这局,随后71比1到比分,胜出第四局4-0领先拿到赛点,第五局中霍金斯一股作气,大概84分超分胜出,纵风5比0领风挺进中锦赛正赛, 中国小将陈子凡在资格赛中,遭遇进来表现出色的伊朗选手瓦菲,首局比赛瓦菲,104比20超分胜出,随后第二局两人缠斗支撑黑球,瓦菲打进黑球打下这局,第三局中则是单杆15分,胜出去的3比0领先,比分落后的陈子凡随后状态提升,连续两局轰出单杆破板,连续两局2比3落后, 第六局陈子凡没能以鼓作气搬平比分,把飞超分打下这局4-2来到赛点,随后又13比5大比分赢得第七局胜利,中锋5比2淘汰陈子凡平竞赛赛, 首度出战职业巡回赛的范征一在资格赛,遭遇近期表现强劲的加里威尔逊,开局阶段陷入缠斗争夺,范征一两度领先,被追平来到3-3平,在末阶段威尔逊状态提升,赢得第七局缠斗拿到赛点后,顺势胜出第八局5比3淘汰范征一挺进正赛, 中国选手张健康在资格赛中,当欲实力不缩的马克金,首局马克林64-00封拿下这局,随后第二局中67-29后来居上胜出,第三局依旧是马克金掌控局面,单杆66分再胜一局3-0领先,第四局张健康扳回一局,随后马克金连续打,出两赶50加连胜两局,5比1淘汰张健康挺进正赛, 其他比赛中,魔王艾伯洞轰出单杆121分破百,5比3淘汰范德勒挺进正赛,玉山赛上场进决赛的吉尔伯特继续出色表现,完成单杆破百5-00封希拉米, 迈克怀特5比3几败超新星奥利弗莱恩斯,瑞士新星由森巴赫状态出色,5-0爆冷,凌风实力强进德沃拉斯顿,老价哈尼尔顿,5-00封伊朗选手王海迪,老价米尔金斯5比2几败托登, 狂野支撑CM免责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